我们这里看一下PR中的打字机效果 很多时候我们想文字一个一个的敲出来 并且配上音乐和视频或者是图片 那我们在PR中就任意新建一个项目 我这边点击新建项目 那我在这边选择素材的这个目录 我就定位到这里 然后我放在字幕相关的这个目录中选择一下 然后名称我们叫做打字机 然后这边我们确定一下 那么在项目中你可以导入自己所需要的图片 或者是打字方面的音效 那这边呢作为演示呢 我就拖动一张图片和一个简单的音效 这样子方便呢 我们看到整体预览的快速的变化 那么这两个文件我们拖动进来 然后我们通过新建建立一个序列 比如说我们用1080P24帧确定一下 然后把图片放进来 这图片呢有点大 我们稍微的选中 稍微缩小一点 那么我们在它的效果空间中 选中我们的元素 在这个运动中缩小一点 那么这是一张5K的图片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你可以点击运动 移动一下 比如你确定好图片需要放置的位置 或者说你视频的位置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呢去输入我们的文字 然后我们还需要呢把音效呢 放在你的视频或者是图片的下边 这样我们输入文字的时候 前面我们讲过你用这个T 可以直接点击去输入 比如说我现在想输入一段文字 或者说几个文字 那怎么样去做 我们可以呢 点击任意的位置 先把第一段文字输入出来 那注意选择文字工具 这边不要点击运动 然后点击一下 比如我现在输入这样的一个文字 粘贴进来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选择工具去双击 或者是文字工具去点击 然后还可以去删除一些文字 选中一个文字 这边我可以调整文本中的字体的样式 比如我用一个丝源的字体 这边调一个粗体 然后我这边再把文字的大小加大一点 我们这个背景呢有点亮 我可以选中背景 稍微的降低一下它的不透明度 这边解锁一下它的这个关键帧 不透明度稍微降低一点 我们这样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文字 选中文字的话 你可以给它填充 比如我修改一个黄色的文字 然后描边修改一个黑色 那描边的大小呢 我们看到这边是1 可以加大一点 这边我们就加到10个左右 所以你有了文字之后 我们想做打字机的话 有人会说我一个一个的去敲 比如说我先在这个文字层上 选中这个文字 然后开启原文本的关键帧 那我每次根据打字机的频率呢 基本上是5帧左右去挑第二个字 那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敲第二个字 那我在这边我会考虑移动5帧 12345 打字机的音效我们先静音一下 那比如我们看到这边输入5帧之后 你也可以在这边手动去输入 比如说输入一个5就是5帧 然后我们在这边点击添加关键帧 那你可以双击 然后输入第二个文字 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效率呢不是很高 你可以按住shift加键盘的左右 快速移动5帧 我们已经挑到10帧 那我们点击添加关键帧 然后继续去双击文字 或者是点击第三个文字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文字 然后继续第四个文字 加关键帧 然后我们去敲下一个文字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子我在敲完所有的文字之后 我还要去排版文字 还要去修改文字 虽然可以实现打字的效果 但是我们的效率不是很高 而且你第一帧没有文字 你还需要去文字往后移动5帧 这边可以输入一个5 我们让它在5帧开始出现文字 那如果我们来试想一下 这边我们来一堆文字的时候 排版是一个问题 然后文字的调整又是一个问题 比如你辛辛苦苦 做完打字机效果了 那你发现我这个文字呢 需要排版 还需要去调大小 包括其他的一些优化的设置 那这个时候呢 显然我们这种方式 不适合做大批量的文字 这边我们来删除我们的文字 我们的思路就是说 你先把你要敲的这些内容 先把它输入出来 然后再去做打字机效果 那我们这边可以回到70的地方 选择文字工具 点击空白处 先把你要用的文字粘出来 调好位置 包括对它做一些排版 这些呢 先提前做好 包括字体的样式 它的这些段落啊等等 我们都事先把它做好 然后你把它放在中间 自己所需要的地方 这边我们可以再把文字加大一点 那比如说你这边确定好了 我要打这些文字 那我们的方法很简单 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去敲了 我就用删除的方式 直接呢去删 所以这个时候速度就会变快了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说你在删的时候 比如最后一个文字 我们给它加一个下标 那注意如果你直接输入的话 它是一个横线 选中我们这个横线 这一小块拖动选中 我们用前面学过的这个下标的方式 那这边我们敲了一堆 所以删除直流一个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开启关键帧 那你一开始没有文字 我可以移动五帧 然后对齐 前面就是没有文字的 我们打自己音效 静音一下 然后音效也要对齐 从文字出现的时候开始 那我们这边给它开启 所有文字的关键帧 那你要做的就是删除文字 而且这个时候就不是从前往后做了 我们删除一下关键帧 我们是从后往前做 比如说你想一分钟 或者说我们10秒30秒打完这些文字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比如我们想10秒钟打完这些文字 你就定位到10秒的位置 文字拉长一点 这边让文字呢都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这边开启关键帧 那你就从后往前去做 这边我们在关键帧的位置 也会看到文本的关键帧 这边可以看到最后的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后边往左边移动五帧 shift加上左右 那我们往左就是shift加左 移动五帧 那这边你可以看一下所有的帧数 可以把这个预览师图加大一点 那么移动五帧之后 我们要做的就是删除前面的一个文字 然后你这边选中 再移动五帧 我们再删除一个 那这边看不到的话 一定要拉大一点 然后选中光标 移动 然后我们继续删除一个 然后选中 移动五帧 删除 选中 移动五帧 删除 那注意如果右边你没选中 就会把文字删掉 这边我们删掉 然后继续选中 往左 选中 删除 那注意不要选择错误的行 这都是在制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 所以这边我们的帧数还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继续往左 选中 删除 那我们继续 所以删除的话总比你自己去敲要快 而且你还不用去排版 这边呢我们继续相同的步骤 基本上完成之后可能没有达到最前面的针 那你可以裁剪一下 然后回到初始 对齐你的音频再把它拖过去 可能比我们预想设置的时间的少了一秒多 不过没有关系 这边打字精英效有了 那我们再给它配一个简单的音乐的背景 这边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素材中 比如我们进入到这个music中 加一下这个音乐背景 这边我们可以拖动放在下面 我们这边继续呢 再导入一个视频的背景 我这边我可以在素材中 进入到我们这个字幕相关 我这边呢 加载一个视频 放在后方 我们可以去替换我们这个图片 这边我们可以拖动的时候按住out键 苹果的话按住optoption键 然后视频有了之后呢 我们视频是有声音的 所以这边 我们可以直接的把这个 视频下边的打字机的声音 跟它多复制几份 我们可以将它按住out 苹果的话按住optoption 拖动复制几份出来 这样子你就一直有这个打字机音效在下边 所以音效是比较短的 我们可以将它拖长 这样子一直就有这个音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音效可能说会大一点 或者说小一点 整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变化 所以我们看到打到后边文字结束了 那这边如果你觉得打字机的声音大的话 我们可以选中这些音频 点击一下音频的这个预制的面板 那这些音频呢 我们可以将它定义成一种声音 我可以圈选一下这些声音 定义成sfx也就是音效 那我们在这个音效中 你可以整体把它的这个音量降低一点 勾选级别 比如我们给它降一点 你可以一遍播放一遍去拖 这样所有的声音呢 它都降低了音量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打字机的效果 我们看到的这些音频